台灣人很多人會關注說 川普他的政治生命 很多人在關注說他怎麼樣 包括蓬佩奧 我們知道他也是家庭台灣 他有沒有可能在下一次 有什麼樣 比方說他去競選職位選舉等等 可是現在我們看 有沒有可能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叫做公主復仇記 有在講說伊凡卡 他這個人氣也蠻旺的 他是不是有意要從政 說傳出他可能2022 要參選參議員的部分 晃哥怎麼樣來看 其實川普在 雖然看起來應該1月6號 國會不太可能去否定掉 選舉人的投票了 因為在美國200多年歷史上 只被否定過一次 那次是特殊狀況 就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 重建時期 那一次是被否決掉的 那在那之後 大概基本上國會 就是照各州選舉人的票投出來 大概就差不多確定了 當然從11月3號到現在 中間有很多的真真假假信用 比如說今天早上 我在9點多廣播結束之後 馬上有人臉書就跟我講說 不對喔 美國有7個州有雙胞胎喔 鬧雙胞 他的意思就是說 州政府就是民主黨主政的州長 指派了一組選舉人 他們都投給了拜登 但是州議會是共和黨占多數 他們指派了另外一組選舉人 是投給川普 所以現在兩個人都宣稱 自己有300多票 但是我要跟各位強調是 這個消息目前都未經證實 也暫時無法查證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一個 如同我剛剛前提講 這中間有很多的真真假假消息 有些可能是因為熱情的穿粉 他相信 有些我們不能排除是 中國跟俄羅斯 太明顯了 因為票投出來了 對 票已經投出來了 而且很多州的選舉人團 都有州法律規定 那個都要簽署了 你如果改變意向 馬上解職補人上來 而且那個消息的傳播本身 可能大家在查這裡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說 這中間可能有一些國家 他是希望美國永遠陷入分裂 而美國分裂對哪兩個國家最有利 我想得到就中國跟俄羅斯 而這兩個國家又是最會製造假新聞的兩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些消息我們要仔細講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尊重美國的法律去走 美國有他的民主機制會解決相關的問題 當然川普有很多人支持他 他到現在熱度很高 可是川普如果假設他要再戰2024 他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台灣也常常遇到的問題是說 要如何保溫 還四年 要保溫四年是不太容易的 這個可能比零下70度還要再困難一點 所以最好方法 因為美國的參議員兩年之後 還有另外三分之一要改選 而剛好很巧的是 川普的這個別墅所在佛羅里達州 參議員就是兩年後要改選的那一席 那現任是盧比歐 盧比歐對台灣也滿好的 剛好是比較近的時間 不用說要暖身那麼久 不用拉很遠嘛 就兩年後嘛 兩年後就要改選了嘛 所以伊凡卡因為剛好最近 他又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附近的 這個最豪宅區的地方又自採 而且各位啊 我們一般在台灣 我們一般年輕人買房子就很困難了 對不對 他不是買房子 他是買土地 人川普的女兒 太困難了 他才會偷地去家 那就會讓人家聯想到說 伊凡卡是不是兩年後要在佛羅里達州參選 而且別忘了 川普這次在佛羅里達州選票是過半的 所以如果到時候初選 伊凡卡挑戰盧比歐 那會是一場非常精采的初選 而且伊凡卡說實在 這幾年來他的形象營造的還不錯 他自己就曾經講過說 他希望當一個比較會跟媒體溝通的川普 意思是說有點酸他老爸 根本一天到晚跟人家玩家 跟人家玩家玩家 所以伊凡卡如果投入選舉的話 兩年後的佛羅里達州初選 會是觀察指標 另外川普的媳婦叫羅三 他可能也會參選 媳婦也有意思要統政 他那週參議員是共和黨 他已經表明說我不再連任了 等於說那個位置是空出來的 而且那一週顯然是共和黨優勢週 那如果假設我們假設一個 最極端的狀況 伊凡卡女兒女兒 女兒凍酸殘米丸 媳婦凍酸殘米丸 那川普2024有沒有可能再戰總統 機率相對會增加 那個保溫的溫度就相對比較高 而且參議院裡面有左右手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未來美國的政局 當然他的變化很大 但是我覺得對拜登來講 包括前一陣子 現在可能被提名為副國務卿的坎貝 前一陣子在跟小英總統 在一個視訊的會議裡面 他也講到 他說拜登要處理三件事情 疫情經濟跟團結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概亞洲歐洲這些民主國家 最近大概也都研判到這個局勢了 所以他們最近的 他們都研判同一個看法 就是說拜登的任期前半 大概沒有太多心力在國際事務上 可是中國跟俄羅斯不會等你拜登 他不會說等你活潤 我絕對是等你睡覺的時候 想辦法擴充 所以最近歐洲跟亞洲 包含日本澳洲 德國開始有一些動作 最明顯是 德國都要派軍艦到印太地區來 德國 而且因為你知道 德國二戰 一二戰都是侵略國 所以他的軍事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過去德國也一直在自我節制 他們盡量不要讓世界上其他國家 對他有那種你德國在軍事擴張的那種印象 可是他現在想敢要派軍艦到印太地區來 這表示說他們打算有計畫在填補 可能未來這兩年 美國政治上不是我指的不是軍事上 是政治上可能在印太上的一個空缺 那由這些民主國家大家協力來打區域聯防 非致進行機 夷進行機 估選 成 成 成